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前几天所介绍的小蜜蜂开花了 那这个就是小蜜蜂非常有名的品种 而且我就说的非常像烧鸡啊 就很像一只烧鸡挂起来的感觉 所以非常可爱 它是这样的花絮 算是一个很特殊的花型 那当然花期不久 你看已经有一朵卸了 因为我比较晚拍 所以它又有一朵开始卸了 那但是它又开了 你看这个其实又是花宝 小蜜蜂呢,它是一种好重好养的品种 算是豆兰的入门款之一 所以如果想要玩豆兰的话 小蜜蜂大概是最简单的品种的其中一种 有非常多种品种 但它其实是好重好养的品种 那现在是它的开花季 你看这里也有花 有没有看到 这里也有花 这里也有花 所以它会一直来花哦 就是一直来花 那现在进入到比较凉的天气 它就会一直来花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花朵 然后这边有一个花 然后你看这边还有要开 这边也是一个新芽 那基本上呢 小蜜蜂呢 它也有分不同的个体 像比较常见的是棕色的 这个是最常见的个体 棕色的小蜜蜂 还有黄色的小蜜蜂 就是半白的个体 那还有其他颜色的小蜜蜂 我记得好几个颜色 有咖啡色的 好像选出蛮多的个体出来 那基本上呢 喜欢中光以上的环境 像我是放在加德利亚兰区的环境 就是比较强光的环境中 那这种强光环境是它生长得非常良好 你看叶子非常的厚实 厚厚的 如果你光线不够的话 它叶子会比较没有那么厚实 强光状况下 其实也可以出去它开花 在很多兰花 如果有人问说 我的兰花为什么不开花 首先第一个就看你光线够不够 光线不够不会开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光线不够呢 可能是它的光合作用的关系 或者是 可能我觉得是光合作用的关系 或者是光照的关系 第一某一个光到照度的状况下呢 其实有时候兰花并不是那么容易开花 所以呢 如果你要让你的兰花 准时的开花 那除了天气 自然的天气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光照 所以记得 如果你想要种豆兰的话 其实我建议是中光以上 因为很多 之前有讲过很多的豆兰 其实都在树顶 并不是在底层的地方 比较大的叶子的豆兰 就在底层的地方 但比较小的叶子 很多都是躲在树顶 那这种树顶的豆兰呢 其实它就属于强光的地方 它的强光 又不能强到把它晒伤 所以呢 建议加个网子给它 那状况会比较好一点 就全日照加网子 是最好的状态 那所以呢 它喜欢中光以上的环境 就是强光啦 中光啦 那主要还是要看豆兰 有些豆兰的叶子比较大 就比较喜欢中落光 例如领带兰 它就喜欢中光的环境 太强的光线 其实它会变成圆圆的叶子 那并不是这么好看 所以你想要改变叶型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光线来改变 强光的叶型会比较圆 短 然后比较厚 这跟兰花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像蝴蝶岸状况其实也是 如果你的叶子呢 比较在强光中的下你会发现它比较厚实一些些 那比较在比较薄 比较光线比较少的地方 你会发现叶子比较薄一些些 那这主要跟叶肉细胞的分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弱光的状况下它叶肉细胞会比较分散一些些 然后比较薄一些些 不用那么厚 因为光线穿透不到底层去 那在比较强光的状况下呢 它必须要叶肉细胞比较厚 去保护它的叶子 避免说它的叶子被烧伤 晒伤之类的 好 OK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小品种 初学者还蛮适合的一个小品种 小蜜蜂 我觉得非常喜欢 因为它会带有甜甜的香味 也是少数种豆兰中会带有甜甜的香味 最近已经秋天 快算冬天的吧 秋冬的时候 这种豆兰已经开始准备要开花了 所以有机会如果去兰园或去花式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豆兰准备要开 那所以你就可以选个题了 其实每个个体都不太一样 那每个个体都有每个个体的特性之一 好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这个就是很可爱的 有人叫烧鸡 有人叫小蜜蜂 那咖啡色的最多 这种个体最多 很可爱 像一只 像一只被扒了皮的鸡 挂在上面 对 有人这样讲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